词曲 李昀 信 李昀 曲 李昀 词 李昀 旺空多很多人都埋在这里 词 李昀 显 李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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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透视 近的 比较靠近这个 远的 比较小 这样 好 这个是哪一个吗 你看我的鄙視 鄙視就是要這個樣子 那也是淡末 對,淡末 牆壁就這樣子幾條線就可以了 這裡面是岸 這個就是土地公廟,在那邊拿 老師,那跟一般的房間好像沒有什麼 他就是稍微翹翹 在清朝自古以來,在中國 你看那個屋頂,平的是一般百姓 你如果看到他這個,他住的房子的屋頂是彎的 兩頭翹的,一定是當官的 他的祖先一定當過官 才可以有那個,翹起來 這個就是規定的 廟啦,室啦,才會裡面翹起來 這樣子 那這個,那你如果是要畫 說,是不是可以有風 好像很大的樣子 那你就 風 風的 風的感覺 就風的感覺了嘛 在風雨飄渺中 這樣 這樣明白啊 我們這個水墨花兩畫就是 快樂在這裡 自己可以創意 自己可以弄 那麼 那像這樣子的話 就算是一幅畫 那麼 所謂的文人畫 文人畫 什麼叫文人畫 文人畫呢 就是說 以前的文人 他們都是拿毛筆寫字的 都是 學問很多,對不對 寫詩啊 寫路母啊 什麼 很厲害 但他們寫寫字寫來 又 有點無聊 就拿筆呢 在紙上面就 隨便畫一畫 很簡單的畫個基筆 然後一張紙就是 就是空了很多啦 對不對 他開始在空的地方 就開始寫詩啦 寫他的感想 寫他的 對世事的看法 什麼一大堆 寫一大堆字 那個 就是說 字比畫多的 那一種畫 我們叫做文人畫 真的畫家 他寫的不多 但畫很漂亮 很充實 那個是畫家 那文人畫就是說 他學問好 但他只簡單提筆 好像這樣一張畫 他也可以寫什麼 世事多變啊 怎麼鳳梨太毛重啊 這個 這個 國破山何在啊 男兒單住牆啊 一大堆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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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